啪啤啪啤啤啤啤啤 在KTV我必唱的一首歌就是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太陽這首歌我一定會唱 我只想做你的太陽 你的太陽 換你一句 在KTV我必唱的是 死了都要愛 我一定要在現在唱嗎 可以 上了 死了都要愛 好 謝謝 來換唱歌 在KTV我必唱的一首歌是 仁仙琦的 我是一隻魚 喔 太猛了 我是熱狗 好 我是一隻魚怎麼唱 我是一隻魚 水裡的空氣 忘記 其實這年疫情的狀況 就讓我很懷念就是 之前都會去KTV唱歌 在抱箱派對 對對對 然後 我每次去都會點那個 我們師兄的歌 師兄的歌是一定要的啊 對 五月天的突然好響 那學長呢 我說到必點的話應該是 Yoga林佑嘉的說謊 為什麼 你很愛說謊 不是 沒有 我很喜歡他前面的口白 所以你去點是為了聽口白 說謊的人 要吞一千根針哦 說謊的人 要吞一千根針哦 希望你下次不要對我 每次都會雞皮疙瘩這樣 你剛剛說我也有一點雞皮疙瘩 對 那超恐怖的 那個口白超恐怖的 阿鬼呢 我是點我們這一輩的偶像啊 像是 吳月天啊 張正月啊 周杰倫啊 那你喜歡唱什麼 當你在 吳月的歌 穿山月嶺的另一邊 我在孤獨的路上沒有 鏡頭 在KTV裡面 必點的歌曲 一定不能錯過 葉倩文的 愛的可能 其實這首歌是反映到 很多身邊的朋友 喜歡跟我聊心事啊 聊感情的問題啊 久而久之呢 他們就會跟我點個 就說這是他們人生的主題曲 所以我每次到KTV的時候呢 總會有一個人 剛剛好失戀 我就必定要唱這首歌曲 愛的可能 我去KTV 必點的一首歌是 鄧紫棋的泡沫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我的開賞歌 聽到這邊 你可能很想打我 但是我要說 因為它前面是很低沉 到後面很高亢的爆發出來 所以我覺得是很適合 我開賞一首歌 全都是泡沫 紫燒的瓦火 我最常到KTV唱的歌 應該是 好樂團的 我把我的青春給你 因為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欣賞他們 但是他們每一次音樂會 我都有工作 我都搶不到票 我覺得 可能是我們沒有緣分吧 所以我知道 在KTV裡面唱爆糖 我把我的青春給你 如果去KTV的話 我推薦大家唱我的這個 《我是一隻小小鳥》 因為這首歌呢 可以說非常的拔剌 非常的這個朗朗上口 尤其是大家這個小桌 然後一起歡唱 然後用這首歌 特別能夠把氣氛調動起來 我喜歡唱的歌曲 因為他問我說 有没有去卡拉OK 必点的歌是什么歌 可是很抱歉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卡拉OK 我们听大的 9月5日YouTube见